哥哥是个脑瘫 我是个赔钱货 从小被爸妈弃养 后来我和哥哥考上清华 拿了60万奖学金 爸爸妈妈又回来认亲 我们生了你们 现在到你们尽孝心的时候了 你弟没有考上大学 奖学金拿出来 给弟弟买一个大学读 哥哥说不好意思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妈妈怀孕时 不小心摔了一脚 导致哥哥7个月就早产了 医生说哥哥有脑瘫 很可能以后都走不了路 说不了话 甚至连智力都不正常 爸爸妈妈很嫌弃 想扔掉哥哥 可又抱着希望 万一是个正常的孩子呢 一年后 妈妈生了一对龙凤胎 是我和弟弟 弟弟出生时又白又胖 我却瘦得像只小猫 出生时只有三斤六两 我一岁时 弟弟都会走路了 可哥哥却只能坐轮椅 也不会说话 我因为先天不足 经常生病 在我有限的记忆里 弟弟才是家里最受宠的孩子 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全都是他的 弟弟有好看的新衣裳 而我和哥哥 却只能穿着亲戚家 孩子不要的就衣裳 弟弟很霸道 经常和村子里 别的小孩子一起欺负哥哥 他们会故意抢走 哥哥捡来的宝贝的 不行的小人书 看哥哥气得小脸通红 结结巴巴让他们还回来 然后一起笑话 他是个小结巴 还会故意推倒哥哥的轮椅 看着哥哥在地上爬 然后哈哈大笑 骂哥哥是傻子 瘫子 我见不得他们欺负哥哥 会拿着大扫帚打他们 可是我太小了 经常被他们推倒在地 我知道 哥哥才不是傻子呢 他很聪明 只是说话不太利索 被爸妈骂了很多次 时间长了 就不喜欢开口 只有在我面前 才会开口说话 可隔壁上一年级的哥哥 不会背的诗 哥哥听一遍就会背 四岁时 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情 爸爸妈妈发好大的火 指着哥哥骂废物 指着我骂赔钱货 那时的我已经隐约知道 爸妈不爱我们 吓得抱在一起 连哭都不敢 只浑身发抖 可能是当时的痛苦 是那么深刻 爸爸妈妈嘴里一直骂着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死 面目猙獰 嘴巴一张一合 像要吃人的怪兽 直到现在 我都记得那一幕 几天后 爸爸妈妈说 带我和哥哥去街上买衣服 我很高兴 弟弟那些好吃的糖果和玩具 我也想要 到了街上后 爸妈说要去上个厕所 把哥哥放在一个街道的角落 让我看着哥哥 然后他们匆匆离开了 我等了好久 从日头正好等到日暮西沉 肚子都咕咕叫了 可爸爸妈妈还没回来 哥哥含糊不轻道 小鸭 不 不要等了 爸妈不要 不要我们了 说这话时 哥哥很平静 好像早就知道会这样 我却怎么也不肯相信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后来 一位警察路过 警察叔叔问我家地址 我盲然摇头 哥哥却清晰地说出了地址 爸爸妈妈见我们被送回家 气得对我们就是一针骂 警察走叔叔走后 妈妈狠狠打了我和哥哥一人一耳光 你们两个讨债鬼 就是要扒住我们不放吗 然后 拿起鸡毛胆子 对我们抽过去 妈妈打得很疼 我怕哥哥受伤 扑在哥哥身上一直求饶 妈妈 我和哥哥以后只吃一点饭 不要扔掉我们 后来 还是匆匆赶到外公救了我们 外公把我们接到他家里 从那以后 我们就在外公家住下 外公家在好几里路外的一个村里 那天 外公推着哥哥的轮椅 带着我们一直走一直走 我不记得走了多久 到后面走不动时 才终于到了 外公家是一个低矮破旧的平房 一进去是一个小院子 靠围墙的地方 并排着猪圈和鸡窝 进门是堂屋 左右两边是两个房间 后面有一个厨房和一间杂物房 厨房后门那里打了一口水井 可以洗衣服 那时 我还不知道以后会一直住这里 只觉得欢喜 因为也乃像爸妈一样 都对我和哥哥不好 只有外公疼我们 每次妈妈带我们去外公家 外公总会偷偷给我和哥哥 塞几个糖果和几块饼干 这是我和哥哥短短几年的成长历程中 为数不多的温暖和善意 当天晚上 外公给我和哥哥炒了番茄炒蛋 还做了红烧肉 昏黄的电灯下 我和哥哥围坐四方桌 吃得狼吞虎咽 外公则轻声叹着气 听到外公叹气 我小心翼翼夹起一筷子红烧肉 讨好的看着外公 外公 小鸭已经吃饱了 剩下的外公吃吧 我担心万一贪吃惹了外公不高兴 他会把我和哥哥送回去 我被打怕了 哥哥也停住了筷子 静静地望向外公 好孩子 以后你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外公不会把你们送回去的 外公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 摸着我们小脑袋 轻声安慰 那只满是老茧的手 谁那么温暖 晚上 外公烧了一大锅热水 帮我和哥哥洗澡 摸着哥哥有些萎缩的腿 外公目光有些暗淡 过了几天 外公欣喜地对我们说 有位省城来的大医院的教授 带着医疗团队在县城一诊 说带哥哥看看 我问什么是一诊 外公笑咪咪告诉我 就是看病不花钱 还有这样的好事啊 我很开心 催着赶紧去 哥哥却捶着脑袋低声道 外公 不用了 要治 要治好 肯定要花 花很多钱 你这孩子 钱啊有腿重要 你的人生还长的呢 哪能一辈子坐在轮椅上 我知道 哥哥肯定想走路 好几次 我看见他偷偷在房间 扶着床沿尝试走路 摔了好几次 可一声不吭 到了县城后 穿白大褂的老爷爷 检查了哥哥的手和腿 惊奇问道 你没有给孩子锻炼 手部力量和灵活性吗 没啊 外公知道我爸妈是什么德行 哪里会花心思照顾哥哥 按道理说 这孩子的手应该也有问题 可他手指还算灵活 我以为 爷爷 我知道 哥哥每天在房间 不是捏泥巴 就是捡绿豆 我脆身回答 从前和偷偷看过好几次 老爷爷的眼神有些复杂 是个能吃苦的孩子 自己都知道要锻炼了 老爷爷说 哥哥的手大致没问题 不影响上学 老爷爷检查了哥哥的嘴巴 说要想说话利索 一定要多引导他说话 越早干预越好 至于腿 这个是最难的 要吃药和长期做康复训练 老爷爷打量了外公 看你们的样子 家里情况应该不太好 这是一项长期的过程 说不定花了钱和精力 看着孩子一辈子都毁了 当提到康复训练时 听说至少要几万到十几万 外公猝起了眉头 无措的搓着手 我和哥哥都惊呆了 那么多钱 简直是天文数字 老爷爷是个好人 给哥哥开了一大堆药 死活不收外公的钱 回家后 外公蹲在院子里 巴搭抽着抽烟 不知道想些什么 第二天一早 外公去了县城 让隔壁王奶奶照顾我和哥哥 直到天黑后才回家 从那以后 外公每天早上六点 就喊哥哥起床 让他尝试扶着椅子走路 从一开始的半小时 到后面的一小时 然后吃了早饭后 外公去地里忙活 到了晚上 则是对着一张人体学位图 给哥哥按摩腿部 每次一按就是一小时 多少次 哥哥因为双腿无力摔倒 疼得额头冒着冷汗 我跑过去想扶起哥哥 却被制止 外公却对他喊 这男子汉就给我爬起来 不想被你爸妈笑话是废物 就给我争口气 哥哥小小的身子撑在地上 眼神里 有愤恨 有不甘 手掌的皮都磨破了 还是挣扎着爬了起来 一次又一次 外公还每天要求哥哥 和我们多说话 鼓励他 说的结巴也没关系 只要开口讲话就成 早上吃早饭时 外公拿起一个鸡蛋 让哥哥说 要吃鸡蛋 哥哥一字一顿跟着念 要吃鸡蛋 等哥哥越来越熟练 外公才满意 外公把鸡蛋在饭桌上磕了磕 包好壳 笑得脸上都起了褶子 递到哥哥手上 奖励你的 哥哥很开心 眼睛里面亮亮的 外公说我体质弱 一日三餐也变着法子 让我多吃 同时 要求我也要锻炼 于是 哥哥训练的时候 我就围着院子跑 每天跑20圈 王奶奶家条件好 是村子里第一个修楼房的 外公说 上下楼梯 对有利于哥哥的腿部锻炼 于是 给王奶奶送了两只老母家 和一篮子鸡蛋 请求让哥哥每天 去他家锻炼半小时 顾老哥 只是帮个小忙 哪里用得着送东西 王奶奶爽力答应了 把母鸡核弹又送了回来 我和哥哥住在外公家 不时有调皮的小孩 来我家转悠 对着哥哥骂傻子 看见我哥摔了 在哪里起哄 哈哈 傻子摔跤了 看见哥哥爬起来 继续练习走路 他们笑 傻子怕是不知道疼啊 气得我外公 拿个鸡毛胆子 追着他们打 外公告诉我们 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个人的潜力都是无限的 世上没有迈不过的坎 只要我们多努力 就能改变命运 我问 什么样叫做改变命运 外公说 成为有出息的人 像教师 记者 航天员 消防员 警察 对社会有用 受人尊重 能帮助别人的人 我想了想 问到 要是我和哥哥以后有了出息 爸爸妈妈是不是就喜欢我们了 外公微微一愣 笑道 那当然 有出息的孩子谁都喜欢 说实话 大半年没有见到爸爸妈妈 我有些想他们了 哥哥也是 小孩子是不记仇的 无论他们之前怎么对我们 那也是我们的爸妈呀 过了几天 正好周末 妈妈来外公家来看我们了 我很高兴 漂亮亮的去看妈妈 我想让妈妈知道 我已经很久没生病了 不再是病秧子了 可是 刚走到堂屋 就听到妈妈和外公的争吵声 爸 这两个废物 你养着有什么用 只会拖累人 听说你一直花钱 给那个摊子买药 那可要花不少钱 还不如给我们宋伟多 买些好吃的好喝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 你这个当妈的太狠心了 里面传来外公压低嗓音的怒吼 不是我说你 摊子就是摊子 你别白费力气了 小鸭老师病病歪歪 养着也是费钱 你趁早把他们两个扔了 送人也行 我的眼泪刷得一下了流了出来 哥哥看见我哭了 抬起袖子给我擦眼泪 小鸭 不哭了 他们不要我们 我们也不要他们 哥哥说的咬牙切齿 我分明看到他眼睛里闪着泪花 冬去春来 转眼哥哥已经锻炼了近一年 现在能撑着拐杖走路 进步很多 说话也比以前力所多了 偶尔复杂的句子还是会打劫 哥哥满了六岁 可以上小学了 可外公没送他上 外公从废品站买了一年级的书 教哥哥认字 外公说 等我到了六岁 一起和哥哥读书 可以帮忙照顾哥哥 教哥个认字后 外公发现只要是教的字 基本不用再教第二遍 写得直夸哥哥是文曲心下凡 汉语拼音外公不会 请王奶奶的读三年的孙子教哥哥 只教了三个月 语文和数学哥哥都会了 哥哥开始认字后 读完了课本 还想读更多的书 外公从废品站买了很多故事会 一林 数学天地 动物世界 十万个为什么 三国演义 一大落 放在床头柜 马得整整齐齐 从那以后 哥哥像着了魔一般 只要不做康复训练 其余的时间都在看书 如鸡四可 还经常读上面的故事给我听 哥哥有些自认不全 外公买了一本新华字典 让哥哥不会的就查字典 看了书之后 我们才知道 原来世上的可怜人很多 有的人眼睛瞎了 还能成为大作家 有的人腿断了 却能成为残奥会冠军 有的人从小被骂做笨蛋 还能成为取世文明的大发明家 也正是看了书后才知道 原来世界这样大 我们睁着向往的眼睛 想长大后去看看 很快 我到了六岁 哥哥已经七岁了 经过快两年的训练 哥哥已经扔掉了拐杖 可以自己走路了 但只能慢慢走 不能跑 更不能跳 即便这样 我们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与此同时 由于火石好 我每天锻炼 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不会动不动生病 长高了也长壮了 九月份开学 我和哥哥成功成为了小学生 爸妈一直没给我和哥哥上户口 外公联系了爸妈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 后来户口上在外公这里 我们有了正式的名字 哥哥叫顾阳 我叫顾月 外公说 即便我们现在过得苦 也要像太阳和月亮一样 永远发着光 永远光明灿烂 外公提前和老师打了招呼 班主任是一位很温柔的中年女老师 开学第一天 特地在讲台上告诉同学们 说顾阳同学腿脚不方便 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 幸运的是 没有人嘲笑哥哥 同学们都很好相处 我和哥哥上学后 外公比以前还要忙 他一大早让哥哥做康复训练 等我们上学后就去种地 晚上给我们做了晚饭后 匆匆吃完饭 就去周边的村子收废品 去工地上打零工 外公说 我们以后还要上初中 高中和大学 花钱的地方多的是 他要多挣钱 上学还没几天 外公把家里养了好久的大肥猪给卖掉了 卖了两千多块钱 给哥哥买了一个锻炼腿部的仪器 每天抬腿 伸腿 踢腿 放腿 每天做完后 哥哥都肌肉丝痛 大汗淋漓 可哥哥从来都一声不吭 只有那轻一筷子一筷的训练伤痕 告诉我们有多不容易 哥哥不知道是哪里听来的法子 为了学好说话 从沙石厂附近找了许多小石头 最后挑了几块光滑的半个拇指 那么大的小石头带回家 洗干净 含了一块在嘴里说话 哥哥说 好多名人都是这样练习说话的 可石头就是石头 好多次 哥哥的嘴巴被石头磨得鲜血淋漓 连饭都吃不下 等嘴巴一好 又开始练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年多的练习 哥哥再也不是以前的小结巴了 上学后 哥哥成绩很好 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奖状贴满了整整一面墙 连老师都说他是读书的好苗子 可我太笨了 直到三年级 成绩依然是中等 我很苦恼 外公 哥哥 我肯定不是读书的料 不管哥哥怎么教 考试我还是会忘 傻孩子 你只是没开窍 等开窍了 一定像你哥一样聪明 外公给我加了一筷子菜 笑眯眯的安慰我 我信了 更努力的学习 三年级暑假时 下了一场暴雨 电闪雷鸣 狂风呼啸 仿佛要把我们的老房子吹走 滂沱大雨倾盆下 房子漏雨了 把外公的被子都淋湿了 我和哥哥的房间也在漏雨 抢救下 被子才幸免于难 外面下暴雨 家里下小雨 我们手忙脚乱的 把家里的洗脸盆 洗脚盆和洗菜的盆子 和装水的木桶 全都拿出来接水 我们的床都淋湿了 没办法睡 外公拆下厨房 和我和哥哥房间的房门 拼成一个大床 然后把没有湿的电序垫在下面 又从柜子里 找到一床白花花的棉被 我们三个挤在一起 外面的雷声一声鼻一声响 我们睡不着 外公就给我们讲故事 都是一些书生和妖怪 或者狐狸精的故事 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不知不觉睡着了 虽然条件艰苦 可那一晚 我和哥哥却觉得无比温馨 第二天 雨过天晴 外公说日头好 要把房顶修一修 瓦片坏掉的地方 要换些好瓦片 外公搭着梯子爬上屋顶 我和哥哥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 突然 外公脚下一个没站稳 从房顶上摔了下来 看到外公疼得站不起来 我吓得都快哭了 哥哥喊了隔壁王奶奶家帮忙 想把外公扶起来 可外公一动就疼 怕是腿断了吧 王奶奶担忧道 王奶奶让我去隔壁村子 请来了常给村里人治病的赤脚医生 医生来了后 说外公腿折了 去县里医院治疗好一些 在邻居的帮助下 外公被送进了医院 可治病要三千多块 外公只有两千块 我和哥哥去了街上的一个店里 借店里的座机打了一个电话 想找爸爸妈妈凑钱 电话接通后 妈妈听说外公住院了 我们要借钱 气得啪的一下挂掉电话 我和哥哥一筹莫展 可一小时 妈妈还是来了 妈妈带了钱过来 在病房里埋怨 爸 我早就让你不要管这两个讨债鬼 你偏要管 养两张嘴 吃的 喝的 买衣服 看病 哪样不要钱 你下次再有事 我可不会掏钱 我和哥哥无措的站在病房里 外公生气道 我怎么养了你这个没良心的 他们两个是从你肚皮里出来的 妈妈有些生气 我怎么没良心了 真没良心 今天就不会给你掏钱了 妈妈鼻的看着我们 外公对你们这么好 以后外公养老归你们了 说完 头也不回的走了 外公气得手都在抖 哥哥拉起外公的手 外公 别生气 以后我和妹妹一定会给你养老 嗯嗯 我连忙点头 你们都是好孩子 外公欣慰地摸着我和哥哥的脑袋 妈妈真狠心 从那以后 真的没有管外公 快开学时 外公能拄着拐杖下地走路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 我和哥哥提出在家里照顾他 可外公不让 只说我们好好读书就行了 这个暑假 我和哥哥都学会了做饭 地里要干的活 让外公告诉我们怎么做 我们也能干得像模像样 日子不嫌不淡地过着 初一时 我和哥哥去了镇上的初中 现在 哥哥已经能够正常走路 甚至能慢跑 一天上课时 班主任老师找到我们 面色凝重 说外公得了重病 让我们回去看看 我和哥哥忙赶回了家 到家时 外公已经躺在床上 地上是一滩血 只几天没见 外公又瘦了好多 王奶奶红着眼睛告诉我们 外公得了胃癌 怕我们担心 一直没告诉我们 我和哥哥这才知道 原来外公生病了 难怪这几个月瘦了这么多 之前哥哥见外公瘦得那么快 有些担心 外公还说人老了就是这样 吃不了多少东西 可能就瘦了 上周放假 外公给我们 做了好几道好吃的菜 却一筷子也没动 当时我和哥哥还问他 为什么不吃 外公笑道 我中午吃撑了 现在吃不下 你们还在长身体 多吃点 那时我和哥哥还以为 外公是像小时候那样 好吃的都要留给我们 我们默契的 谁也没吃那两个大鸡腿 没想到 竟然是胃癌 我和哥哥劝外公去治病 外公的手骨瘦如柴 费力摆手 不要糟蹋领钱了 已经晚期了 医生都说没什么好治的 我和哥哥向学校请假 每天在家里照顾外公 我们打电话给妈妈 妈妈说去了城里打工 回不来 让我们好好照顾外公 四年级上学期 爸妈就带上弟弟 去了城里打工 之前和爸爸同村的 一位女同学告诉我们 他们好像赚了不少钱 现在还在城里买了房子 可外公生病 妈妈却一分钱都没打回来 二十多天后 外公熬不过去 还是走了 想年五十六岁 临终前 外公拉着我和哥哥的手 你们 你们不要怪你妈 你外婆去世早 都是我把她宠坏了 她没读多少书 不 不懂道理 外公剧烈喘息 撑着最后一口气 对我们道 杨阳 月月 你们要 要好好读书 考 考个好大学 我哭得撕心裂肺 哥哥只是默默流着泪 当晚 爸爸妈妈终于回来了 开着气派的小汽车 爸爸西装革履 妈妈穿着精致的套装 躺着棕红色的卷发 很时髦 后面跟着一位胖胖的少年 少年身上穿着皮夹克 脚上是几百块钱一双的 某知名品牌运动鞋 爸爸和弟弟丝毫不见悲伤 只有妈妈哭得很伤心 跪在灵堂前 好道 我苦命的爸呀 你怎么就走得那么早啊 葬礼上来了很多亲戚 妈妈一直哭 说自己不笑 下辈子一定好好孝敬外公 那一刻 我们是动容的 好像因为此刻 我们有共同的悲痛 终于像一家人 葬礼过后 王奶奶当着村长的面 拿出了外公的存折 上面有两万块 王奶奶说是外公 让他帮忙保管的 妈妈露出了笑容 觉得还不少 想要拿走 王奶奶一把护住存折 你爸可是说了 想要这钱 就得把这两个孩子带走 好好抚养 否则做鬼也要缠着你 我和哥哥期待的看着妈妈 毕竟那是我们的血脉至亲啊 以前外公在时 外公就是替我们遮风挡雨的大山 现在外公不在了 我们还未成年 只能指望爸爸妈妈了 妈妈还没开口 弟弟就嚷了起来 不行 我们家怎么能养两个废物 那个脑瘫就算能走路 也是废物 说完 指着我一个赔钱货 还想和我抢爸爸妈妈 想得美 我脸色皱变 眼泪扑素素落下来 哥哥生气了 冲上去揪住弟弟的衣领 就往他脸上揍 像一头凶狠的狼 没想到 弟弟看起来胖 根本不抗揍 没两下就哭起来了 哥哥这些年的吃药和副健很有效 现在 只要不是很重的体力活 或者非常剧烈的运动 都能承受 一切看起来和平常人没区别 爸妈扯住了哥哥 妈妈狠狠打了哥哥一耳光 你怎么这么冷血 他是你弟弟 你竟然下这么狠的手 哥哥嘴角被打出了血 冷笑道 没你狠 连儿女都能抛弃 妈妈一噎 骂哥哥白眼狼 在村长的劝和下 结束了争执 我心疼的拿了热毛巾 给哥哥擦嘴角 妈妈看着村里的书败和亲戚一圈 大声道 不就两万块钱 以为谁稀罕 这两个白眼狼 你们谁愿意养就谁养 我们不要 那些书败和亲戚 纷纷低下了头 我们县是市里的贫困县 我们村是县里的贫困村 大家都穷 妈妈吃笑道 看吧 没人要你们两个废物 我的眼泪又落了下了 心里满是无助和绝望 哥哥几倍挺的笔直 用袖子给我擦眼泪 妹妹不哭 哥哥会养活你 又看向在场众人 各位书败神子 能参加外公的葬礼 帮了这么多忙 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请大家做个见证 我和妹妹从今天开始 和宋青松 顾书兰断绝亲子关系 哥哥看向我 妹妹 你愿意和哥哥一起 相依为命吗 我含着眼泪 坚定点头 大家都愣住了 有人劝道 孩子 你虎啊 你爸你妈再怎么样 也是你们的亲人 万一遇到困难 也有个依靠 哥哥眼神坚定 不了 爸妈从小嫌弃 我和妹妹 我们小时候在爸妈那里 过了什么日子 只要去过我爸妈那里的 应该都知道 这样的父母 有没有都一样 小时候 他们还扔过我们一次 我们运气好 被警察叔叔送了回来 这话一出 勾起了大家的记忆 当年那时 十里八乡都传得沸沸扬扬 因为哥哥是脑瘫 很多人都知道 我们两个 要断可以 那两万块钱 丧葬费和我们来回的车费 要算清楚 剩下的才是你们的 亲妈竟然对孩子这般无情 一时 再也没人劝哥哥 妈妈拿出纸笔 一笔一笔算 邮费 过路费 物工费 丧葬费 算到最后 只剩下七千块 而我对爸爸妈妈 最后的一丝荣目之情 也在那一笔笔的计算中 消失殆尽 我们对此没有意义 拿了那七千块后 爸妈每人各写了一份 断绝亲子关系声明 还签名摁了手印 由村长和在场的众人做见证 一切结束后 爸妈带着弟弟开车走了 哥哥很好学 跟着村子里的叔叔和爷爷学 倒鼓小麦 棉花那些也种得像模像样 我们一周放两天假 地里的庄稼 只能凑合种着 保证米缸里有米吃就行 还好 乡亲们热心 地里的杂草太多 只要有时间的 都会帮我们除除草 外公留下的钱 我们不敢动 想留着以后上学用 为了赚钱 哥哥提出去工地上打小工 一天有一百多 我坚决反对 哥哥的身体 好不容易才好起来 怎么能去做那么重体力的活 后来 哥哥拗不过我 去了餐馆端盘子 周末两天兼职 因为是未成年人 一天只有七十块 一个月下来 有五六百 我也想去 可哥哥不让 他说男子汉 养妹妹应该的 餐馆的生意忙起来时 客人很多 哥哥每天不停地走 脚都起了血泡 他在房间偷偷脱袜子 被我看到了 我担心他的脚 受不了负荷 万一又像以前一样 走不了路 不让他去餐馆 可他不听 我不想让他那辛苦 偷偷在大排档 找了一份 推销酒水和饮料的工作 好的时候 一晚有一百来块 差的时候 也有四五十 每次在哥哥回家前回来 这样他就不会发现 可是 我打工的地方 离家里有五里路 一天晚上 差点被一个人 拖到路边的荒地里 还是同村的一个大叔 路过救了我 把我送回了家 哥哥知道后 大发脾气 再也不让我去大排档了 一个月能赚一百多 为了攒钱 我和哥哥吃着 食堂里最便宜的饭菜 一个月才吃一次肉 同学们吃饭时 我和哥哥经常 闻着香喷喷的肉流口水 哥哥说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这是上天对我们的历练 回校后 我们更加刻苦地学习 每天我们都是 最早进教室早读 最晚离开 就连吃饭时 脑子里也一直在 背单词和数学公式 要么就在总结所学的内容 说来也怪 可能是外公显灵了 短短医学期的刻苦努力 我就进了年纪前十 哥哥则一直是第一名 初二上学期 班主任张老师例行家访 来了我家 我和哥哥已经尽了全力 把家里打扫干净 可班主任看了我们家 一直叹气 大冬天里 我和哥哥穿着旧旧的棉衣 冻得直哈气 屋子里太冷了 我们舍不得买碳盆和碳 张老师冻了鼻子的红了 在屋子里抱着袖子 来回躲驳 问爸爸妈妈呢 哥哥说 我们没有爸妈 周末去打工赚钱 张老师眼圈都红了 对我们说 你们都是坚强的好孩子 回学校后 张老师向学校申请 减免了我和哥哥的学费 期末考试时 哥哥考了年纪第一 我考了年纪第二 张老师给了我们学校发的奖励 哥哥三百 我两百 这笔钱无异于雪中送炭 我们终于有钱改善生活 一个月能打一次牙剂 也不用每天都吃素 中考时 我们以全校第一二名 进了时重点高中 我们所在的初中 也只有我们两个 考上了重点高中 校长很高兴 学校表彰会后 告诉我和哥哥 我们一直以来拿的奖励 都是张老师自己掏的腰包 让我们以后有了出息 不要忘了张老师 我们这才如梦初醒 对着张老师就要磕头 张老师拦住了我们 道 我儿子和你们一样打 可就是没你们这么懂事 这么争气 你们都是好孩子 以后考个好大学 就是报答我 上了高中后 我和哥哥幸运的分到了一个班 上了两天学后 竟然在隔壁班看到了弟弟 弟弟装作不认识我们 理都不理 周末 在学校门口 我们碰到了爸爸妈妈 他们开车接弟弟 看到我们 妈妈很震惊 你们两个竟然进了这所学校 是找关系的吧 你们那个烂初中 能考进来才怪呢 又上下打量一下哥哥 一个脑瘫 说不定脑子都不如正常人 还能考上 妈妈对哥哥的鄙夷 和对我们初中的诋毁 让我很生气 我想争辩几句 哥哥拉着我就走 和他们叫什么劲 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多备几个单词 我深以为然 重点高中藏龙卧虎 我和哥哥的第一次期中考试 只是年级前50名 寒假时 我和哥哥除了在餐馆间之外 其余时间互相查路不缺 每晚12点才睡 我们知道 我们和别人不同 无依无靠 唯有读书 才能改变命运 高一下学期 开学第一周周末 学校门口 妈妈竟然找上我们 你们弟弟期末考试班上 倒数第一 你们是他的哥哥姐姐 以后每天下晚晚自习 给他补下课 妈妈说得已止气势 好像理所当然 我和哥哥里都没理 转身就要走 谁知 妈妈一把拦住我们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没教养 连妈妈的话都不听 弟弟哼了一声 让你们帮忙给我补课 是看得起你们 要不然 就你们的寒酸样 我还懒得靠近你们 踏过了你们的寒酸气 哥哥似笑非笑 顾女士 你怕是忘了 我们早就断绝了亲子关系 凭什么让我们给你那 走后门进来的儿子补课 妈妈怒了 又想打哥哥 被哥哥一把挡开 周围的同学和家长 被我们这里的争执吸引了过来 围过来看热闹 妈妈怕丢人 带着弟弟赶紧上了车 不过有消息灵通的 知道了宋伟是我们的弟弟 到后来 同班同学都知道了 还知道 哥哥以前是脑瘫 我是个病秧子 不过同学们没有瞧不起我们 反而觉得我们很励志 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 我和哥哥终于赶了上来 哥哥考了年纪第一 我是年纪第八 没办法 天赋摆在那里 不管我如何刻苦 始终超过不了哥哥 不过 我自己亲哥这么厉害 我余有容焉 高二刚开学 学校知道了我和哥哥的情况 减免了我们的学费 这极大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高二上学期 哥哥参加全国数学竞赛 拿了一等奖 这个竞赛上的电视 哥哥大出风跑 喜讯传回了村子 村长和那些数败都很高兴 放假时 我们回家 村里人都快把我们屋子挤爆了 村长很欣慰 拍着我哥的肩膀说 你和你妹好好读书 将来考上大学 学费不用操心 乡亲们都会帮忙的 我们很感动 感动于有这么多热心人 外公去世后 村子里谁家做了好吃的 只要我们在家 都会给我们送一碗 就连每年过年 婶子们腌制的腊鱼腊肉 也都会送我们一起 我们这个村子很穷 大家都没钱 可点点滴滴 让我们铭记于心 看 生活虽然给了我们不少苦难 可仍然对我们不薄 有这么多好心人 弟弟一直都是吊车尾 每天在学校混时间 还早恋 女朋友都换了好几个 在学校撞见我们 就嘲笑我们是书呆子 他说 你们这么拼命读书 有什么用 就算考上清华北大 还是书呆子 工作也得自己找 不像我就算没考上 爸妈也会给我安排工作 我们只当他在狗叫 没有任何人能阻止 我们努力拼搏的步伐 高三上学期 弟弟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结果那个女孩的前男友 是另一个班的刺头 有点黑社会背景 下了晚自习后 带着一帮和他混的同学 在教室里围着弟弟很揍 不少还没回寝室的同学 听到想动都围过去看 我和哥哥看了一眼 直接回教室继续学习 后来听说 弟弟竟然带了匕首 捅了那个男生一刀 事情闹得很大 那个男生住了院 还好没伤到要害 家长闹着要起诉 爸爸妈妈求着和解 赔了三十万 真有钱啊 这事闹了快一个月 弟弟还是回来上学了 周末 妈妈在校外堵住我们 一开口就是喝骂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冷血 看着你们弟弟 对人打也不拦着 他动刀子 你们就那么看着吗 不好意思 对于无关紧要的人 我们没时间关注 妈妈气得木木原争 早知道你们两个 是这么冷血无情的东西 当初一生下来 我就应该把你们掐死 真是白眼狼啊 弟弟在旁边催了我们一口 跟着骂白眼狼 可是妈妈 你好像弄错了因果关系 我们生下来就懵懂无知 你的行为是一面镜子 你怎么对我们 我们就怎么对你 很正常啊 我们不想和妈妈争执 静止离开了 和他争执做什么呢 他根本不值得我们 浪费一秒钟的时间 缠名中的六月 期待中的高考终于来临 我们既紧张又雀跃 两天的考试结束后 我和哥哥回了村子 村子里的人喜气洋洋 在他们眼里 我和哥哥是妥妥的大学生 分数出来后 哥哥740省理科状元 我732省第五名 分数一出来 村里都轰动了 清华北大任我们选啊 隔壁王奶奶家装了电话 当天清华 北大还有许多好大学的电话 纷纷打来 对我们抛出了橄榄枝 王奶奶洗的嘴巴都合不拢 抹着眼泪道 你们外公要是知道了 不知道会洗成什么样 哥哥都填了清华 填报志愿第二天一早 我和哥哥带了一些水果和纸钱 去了外公坟头 告诉了外公这个喜讯 回家时 我们家门头很热闹 围了不少人 走进才知道 原来记者来采访了 一起来的 还有县长和副县长 县长和副县长 勉励了我们一番 我们还一起拍了合照 好几个记者一起 问了我们一些学习方法 有什么经验对学弟学妹传授 他们还对着我们破旧的老房子拍摄 惊讶于我们的艰苦 还采访了村长和几位书白 当得知哥哥小叔设脑瘫 话都说不利索 路也不会走 需要坐轮椅时 记者同志敏锐地嗅到了爆点 第二天 报纸上大肆报道 韩门兄妹双双考上清华 脑瘫考上省状元 了不起 脑瘫男孩考上清华 韩门兄妹创奇迹 新闻里 到处都是哥哥和我的报道 一时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们的事 遗弃我们的爸妈 也被全国人民骂惨了 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到时 我和哥哥都收到了 清华每人20万的奖学金 政府给了我和哥哥 一人10万奖学金 加上高中给的奖励 一共60万 村里人都很高兴 指着我们对自己的孩子说 你看 读书还能挣大钱呢 你们以后要向顾阳哥哥 和顾月姐姐学习 几个小猫还羡慕地 看向我们 重重地点头 当天下午 我爸和我妈就来了 我妈一来就哭穷 说今年生意不好 他们跟着打工的老板做投资 亏了一大笔钱 今年一分钱都没挣到 之前掏出了30万 解决弟弟的事情 家底都掏空了 喋喋不休说了一大堆 见我和哥哥没反应 妈妈说 我们生了你们 现在到你们尽孝心的时候了 你弟没有考上大学 奖学金拿出来 给弟弟买一个大学读 爸爸也说 是啊 现在你们发达了 要回报我们才行 我们都被爸妈的厚脸皮震惊到了 哥哥说 不好意思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你别以为我们不懂法 就算写了断绝亲子关系的证明 法律也不承认 你们两个 还是我和你爸的孩子 妈妈笑得得意 法律只保障 我们对你们有赡养义务 等你们老了 我和月月会按照 国家规定的最低赡养金额给你们 哥哥说的不急不徐 妈妈很生气 冲过来就想打哥哥 被躲在外面看热闹的邻居拦住了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你们这样不要脸的 当年嫌弃俩孩子是累赘 想把他们扔掉 血断绝关系的声明时 毫不留情 现在爸爸跑过来占便宜 是啊 太不要脸了 你们要是仗着血缘关系 吸着俩孩子的血 妈妈咧咧走了 我们心里一暖 对这些热心的乡亲们真挚道谢 拿了钱后 我和哥哥觉得 应该为乡亲们做点贡献 于是我们拿出了30万 捐赠给我们小时候读过的小学 那所小学很老旧了 没有篮球场 没有围墙 没有图书室 课桌都摇摇晃晃 连厕所也只有男女两边的五个坑位 每次下课时 人一多 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够 乡亲们的儿女 或者孙儿孙女 都在这里读书 那30万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又拿了20万 捐赠给初中 剩下的钱 用作大学学费 我们当时就读的初中条件很艰苦 比不上市里的好学校 可老师们都兢兢业业 我们拎着一堆礼品 看望班主任张老师 还了他当年掏药包给我们的钱 张老师很激动 夸我们赤子之心 让我们上了大学好好学习 将来报效祖国 上了大学后 我就读了物理系 哥哥读的是最爱的数学系 两年后 我们寒假回家 听说弟弟复读一年 把家里败光了 从家里拿不到钱 弟弟竟然伙同几个人抢劫 差点捅死了人 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爸爸妈妈相互指责 爸爸怪妈妈溺爱 妈妈怪爸爸当甩手掌柜 从不管孩子 两人越吵越凶 后来打了起来离婚了 听到这些 我们只觉得是陌生人的事 当笑话听听 后来 妈妈给我和哥哥打了电话 还没等他说什么 我们都挂断了电话 他没再打来了 大学毕业后 我俩因为成绩优异 进了不同的研究院 在别人眼中 我们是有出息 受人尊重的人 就像外公曾经念叨的那样 可我们知道 我们做得远远不够 学无止境 职业生涯永无巅峰 我们只希望 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做对人民有用的人